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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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Benjian工作室 在我這個頻道會為大家介紹錄音 和拍片的東西 在今集會說一些錄音的東西 都很久沒有講過教學 但因為最近比較忙 最近我又有些新 又不算新產品 即是一些舊的東西 剛剛收了一些混合器 可以介紹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例如有時候我們 做錄音想多點檢查 可能 8條檢查不夠的,10條檢查不夠 今天講這部 叫Behringer Xair Xair 它有分很多系列 也有分不同號碼 當年號碼越大 input 越多 今次講的就是X18 XR18 一共有16個input 即是mic input 你可以插16個input 即是同一時間 可能錄鼓、錄人聲 各樣東西都可以 另外還有17、18是Line-in 用來拆拆其他input 用來播歌、電腦 或者電腦 即是放進去播一些東西 都可以做到的 它有一個 headphone out 接著它input很多 Output也不少 下面有6個Aux output 給你一組一組去傳播 可能有些台螢幕 或者其他喇叭、耳機 可以去做一個monitor 現在我在接著這個 就是主要output 如果是Stereo 就有4組的output 1、2、3、4、5、6 還有一個MIDI in-out MIDI可能接著 可能會 因為它這部機器 也有一個USB USB連絡電腦 可以當作interface 做錄音 接著 我們怎樣去連接它 即是它有一個 用iPad去連接的方法 好 我們開一開iPad 我們看到有個介面 介面是這樣的 我會展示給大家看 譬如我拿起子咪 我搏了兩支咪 搏了無線咪 還未有聲音 大家要留意我iPad的畫面 iPad 譬如在主機器 你可以留下 給它一些聲音 我已經搏了 其實是在iPad 可以控制所有東西 大家會看到 首先我們的Input 大小 1、2、3、4 1、2、3、4 1、2、3、4 然後再給它一些晶 再給它一些晶 之後 就會大聲一點 你咪 還有一個可以看到USB USB 這個 USB 就會傳到電腦 即是如果你打算錄音 的話 你要把USB 經電腦控制 接著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其實它在裡面 已經可以控制我們想控制的東西 還有Buzz Buzz 我們可以一次過傳到Buzz 想傳一些效果 可以聽到有效果 你可以直接開 效果 不可能 否則 在影片裡看會很辛苦 聽一些Reverb 接著 我們有些Complexer的東西 這部機器 其實你需要的東西都大部分有 EQ都可以做 然後再做一些 可能會傳一些FX 出去 都可以做的 接著 接著 就有些Complexer的東西 接著 我們再看的就是 一個 這個是我們 我們自己的設定 可能每個Show都有一個設定 你可以做一些設定 接著 Effect Effect 可以再調校一下 在這個影片 就不會詳細教大家怎麼用 就是講一下有什麼功能 之後 其實我還有兩部Mixer 可以講一講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或者 如果你說 我不知道買什麼Mixer 都可以嘗試簡略留言 就是你有什麼用途 我都可以嘗試解答一下 你們的問題 接著看到Routing Routing Routing很重要 因為我們要知道 譬如我們的Channel 2 我們現在是 用Channel 2 你想Route去哪裡 譬如我們 有個USB Return Output 你可以在這裡設定 那Aux 譬如說 我想多一個Aux 去 Aux 它現在是Buzz 1 譬如說 我們現在Aux 1 2 Aux 1 2 是要Main 我們就在這裡設定 Main 當你插 插到喇叭 這裏的聲音就會 用回Main 即是我們現在聽到的聲音 Main Output 現在是Main 我們走Monitor 1 2 3 都沒有問題 USB沒有了 那USB 為甚麼USB沒有呢 你連接到電腦 你的聲音就會 在電腦內 在電腦內 走 在電腦內再控制 這部電腦 還有一個功能 很有用的 其實它有一個Evernet 可以給你連接 一個Personal Mixer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已經有這個Evernet 連接到我的Personal Mixer 大家要再看看 Personal Mixer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Personal Mixer 會看到很多按鈕 我們會看到 1-16 其實這裡有16條 你可以獨立控制 每一條 的大小聲 然後 讓樂手 戴上耳機 去控制自己的聲音 又或者 可能要控制其他聲音 也可以在這裡 調教其他樂器的大小聲 直到 他可能覺得 這樣的平衡 彈得比較舒服 因為現場聲 他不一定會聽到自己的演奏聲 他只是想 我獨立 例如我跟鋼琴彈 我當然想 我鋼琴 和自己的聲音大一點 其他聲音 其實不太重要 因為有時候聽起來 很干擾 影響到表現 我們就會看到 他有 大小聲 每條Track 獨立大小聲 左右 其實已經是一個 叫做Personal Mixer 那樣的東西 加上一個 控制器 給你自己聽 他有Limiter 有Level 即大小聲 都可以調教 還有一些中高低音 他就是這樣設定的 我們會看到 後面 就是用Evener 去連接 其實他之後還有一個位置 是可以再掃多幾部 這些機器 一齊用 我覺得這部最大的賣點 是這個 他除了 夠多Track之外 還可以連接一個 Personal Mixer 那 好啦 那 今天這集 就到這裏了 如果大家覺得這部 好用的 好用 可以留意一下 去上網找一些資料 因為 只有十分鐘 很難講得完 那麼多 即是講得完 那些規格 或者怎樣用 即是教大家怎麼用 都要 首先有部機 先 只不過是介紹一下 好 那 如果真的 喜歡我這個頻道 記得訂閱和讚好 有什麼不明白 都可以留言 好 那今集到這裏 拜拜